今天是第134届广交会第三期的第二天 作为一个崭新推新的大平台 广交会上的新产品 新技术 新品牌 一直是备受关注 现在就一起去看看那些新颖的设计 现在大家看到这一款产品 就是我在本届广交会服装展区上 找到的一款产品 那么它看起来不仅仅是一个胯包 我们把这个包里的东西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把这个包里的东西拿出来 然后我们在这样抖一抖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它是一件风衣 那么像这样一一两用的设计 方便又实用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款材料 那么这款薄薄的材料 其实是从我身边的这件羽绒服的填充物里面提取出来的 那么现在这个场馆的温度是25度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这款材料现在是非常薄的 那现在我们给它喷上一些冷却剂 让它迅速这个材料降温到0度左右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款材料迅速的发生了一个膨胀 那么增大了它中间的保温层 所以这款羽绒服是一款可以根据天气实时的去智能的进行变薄变厚的这样一款衣服 在我旁边这里正在展示的就是一个3D数字化面料的集成系统 比如说现在我拿取这个旁边这样一款格纹的布料 那么把这个布料经过这旁边这几个机器识别之后 它就可以识别到这款布料的重量表面纹理以及它的软硬程度等等 那识别完之后就会将这一款布料以3D的形式上传到我们的电脑终端上 那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就可以在软件上对这款布料进行服装设计 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通过这种仿真引擎将我们的服装材质数字化 那在设计师设计完这个服装之后呀 我们还可以通过旁边的这个虚拟模特来帮我们去试穿一下衣服 甚至我们还可以在这里通过这样一些交互式的操作去触摸和感知 刚才我们设计这件衣服的材质 近些年随着传统纺织服装行业的转型升级 现在的快和变成为了服装生产的新的关键词 以往我们设计和生产一款衣服呀 需要经过平面的绘制这个图稿以及打样备料还有打板等等这样各项环节 少则需要花半个月多则需要花到三到四个月的时间 但是现在呀不少的这个服装生产企业通过引进数字化生产和智能化生产的方式 可以实现小批量订单快速反应这样的打法 以适应我们市场的新的需求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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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